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福特公司将利用中国技术在美国建电池厂 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对不动产限购法案发布声明 佐治亚和田纳西相继出台地产限购法案阻挡外国买家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迎来首位亚裔法官 麻省故意撞人案嫌犯背叛仇恨犯罪 加州燃气价格暴涨令餐饮业平天负重 印度裔总统参选人黑利遭遇酬亚言论攻击 福特汽车公司本周表示将与中国的宁德时代合作 使用其磷酸铁锂电池技术许可 在密西根西南部运营和控制一个价值35亿美元的 新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如获批准福特将成为美国第一家生产廉价的LFP电池的工厂 应该会使其电动汽车更便宜并提高该州的汽车行业 宁德时代是世界第一大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这笔交易展示了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的实力 据报道 鉴于该协议的敏感性以及美中之间目前的紧张局势 中国方面将审查该协议 以确保这家中国电池巨头的核心技术 不会交给美国汽车制造商 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使商业交易复杂化 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已成为僵持要地 美国方面主动出售 试图限制中国获得芯片制造和其他战略能力 拜登总统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将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靶雕 通过把关绿色经济补贴 电动汽车的消费税收抵免资格 控制中国原材料和技术的参与比例 该法案引起全球电池行业的反对 以赵美新 孟昭文等为首的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 本周发布了如下声明 我们非常关注来自中俄一朝的移民 拥有土地和财产施加限制的做法 在联邦 州和地方层面 对于外国国有企业或与外国政府有联系的实体 公司或个人购买农业土地或财产 我们不反对予以限制 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立法权根据原有国籍 禁止个人拥有土地或财产 直辞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我们在国会仍然保持警惕 保护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同时也确保我们不会侵蚀社区中的个人的权益和自由 反华恐惧对华人移民社区的影响令人震惊 仅仅因为他们的原国籍 就为他们追求美国梦设置了不公平的障碍 同样令人震惊 我们大声疾呼 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过类似的政策 针对亚洲移民的筹外的外国人土地法 与针对具有特定国籍的个人的限制 彼此呼应 历史上反华情绪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中达到了顶峰 在二战期间 与日本的紧张关系 导致来自日本移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 多达12万日裔美国人遭到监禁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原国籍而无法在美国立足 我们正面临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考虑到对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社区的影响 我们敦促国会的同事们注意言辞或立法 避免进一步恶化亚裔社区成员所受到的歧视 随着美国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驾驭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 我们鼓励分清对象 明确定位 以确保我们国内社区的权益不会受到附带的损害 进入二月 又有两个州 布佛州 德州的后尘 相继提出针对外国买家的不动产限购法案 佐治亚的HB246法案 照搬两州的宗旨将寻求从今年9月1号起 禁止中国、伊朗、北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及其公民、法律实体 用于本州获取土地产权或房产 法案列举的土地包括农场、食品生产、能源生产、公路、通讯等制造商业用途 也包括独立屋、富士住宅等民用墓地 均是设施方圆50迈之内悉数禁止 田纳西州的HB0040则基于用于所有外国人对等原则 如果对方国家禁止美国公民购买不动产 那么该州也禁止该国的公民和实体在本州购买 委托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取不动产 包括土地、水域、农业等其他的用途 从7月1号开始实行 之前获取的产权不在此列 继承也不受限制 此外 佐治亚州刚刚通过参议院346法案 禁止中国的国营公司参与竞标该州的政府项目 投标公司必须提交文件声明 自己不是由中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 不过该法案提出者 州参议员Jeff表示 并不清楚目前是否存在这样的竞标实力 他提出法案是出于担忧 每天都在发生的来自中国方面的盗窃风险 美国参议院本周确定 匹斯堡最高联邦检察官Sandy Chang 将在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任职 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在费城法院任职的亚裔美国法官 拜登政府优先考虑联邦司法机构的多元化 提名女性 有色人种和具有广泛专业经验的律师 在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任职 迄今为止拜登任命的30名巡回法院法官中 有23名是女性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莫书在讲话中称赞 Chang作为一名打击仇恨犯罪的检察官 长期从事公共服务 并表示正是我们想要在联邦法官席上担任的那种人 自2003年以来 Chang一直是地方或联邦检察官 他将与另外两人一起加入第三巡回法院 包括第一位在特拉华州最高法院任职的黑人女性 去年在马州昆西市驾车多次故意撞人的77岁的张 现在被控以联邦仇恨罪 被他袭击的是一个38岁的越南裔男子 受害者表示 此人一面加速撞他一面高喊 滚回中国去 我要弄死你们 等仇恨语言 越南男子表示自己没有被压死 而是被撞飞 实属命大 然而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同志 痛苦和长时间的康复 每周数次出入康复医院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表示因这个事件而失业在家 为升级发愁 同时家人也在心里留下了阴影 他表示自己在这里住了30年 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遭遇 加州的天然气价格令人折舌 去年12月 供应商SoCalGas表示 由于全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寒流 一月份的账单可能高得惊人 事实是差不多比前一个月翻翻 2月初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督促监管批发天然气的联邦监管委员会 调查价格飙升的问题 餐馆也不堪重负 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和海鲜烧辣面店 就在被收取高达1万3千美元的燃气费后 面临关张 这家经营了26年的参观表示 这个账单比通常的5、6千美元相比 完全难以承受 日前宣布加入2024年总统大选的保守党参选人 前南卡州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里 被知名的政治评论人安·库尔特 在电视节目中多次攻击 足以出身 包括质疑为什么不回到你的国家去 黑里出生于美国的印度裔家庭 她在参选演讲中分享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并指出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切实存在过的 我是印度移民的骄傲女儿 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 我与众不同 库尔特还辱骂黑里 并批评她在2015年曾主张 从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地面上 移除联邦旗帜 黑里对于族裔身份的态度 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认为她的政治立场 在多处与AAPI利益并不一致 然而无论如何 她的身份无疑将成为一个 提升亚裔议题热度的积极因素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